HELLO 大家好,回到救濟六寶石 現在準備打這個四天王 為何很久沒出呢? 因為要升,因為打不贏四天王 對比我之前的隊伍太難打 所以到了升,但大家都知道 這隻星其實挺佛味的 對著同一堆怪,或者對著同一傢伙這樣打一打一打 所以就研誤了,現在就打回這個四天王 先介紹一下我自己的隊伍,其實剛剛第一幕都看到 一隻火焰獅就霸了你 性格其實有些特性就不太好 這個鬥真心 然後這隻飛行鳥,工具鳥 一隻小拳石 拿擊鬼,小拳石 劍鬼 94劍鬼,基本上最高力是劍鬼 我就靠這一隊看有沒有機會打贏 但其實都要問水,要靠吃藥 有些問水 先消防 第一關的天王要用到的就是小拳石的隱形癌 因為他有一血筋 會有一血筋,所以我們一定要扔隱形癌 然後自爆 之後這一關我們就直接用打擊鬼,用緊身拳擊 好,那天王也照舊 因為破了他的一血筋,所以就不會死不了 之後巨牙砂 巨牙砂也是照用打擊鬼,沒問題 對,近身拳擊也是照用 好,一直打下去就可以了 再打 好,基本上這裡全部死光了 但我們打擊鬼還是要吃藥,因為就已經沒有血了 超級厲害傷藥 OK 之後呢...嘩,差一滴拳 等等,然後我們就... 其實復活這隻沒什麼所謂 復活吧 OK 再來,再來 咦好像...啊不是沒事 好 差點忘記回PP 打擊鬼這裡就不用出,我們直接出劍鬼 劍武 可以三下劍武 然後就...一下就先用鐵頭 因為不可以用影子偷襲的原因 因為我一換狀態 即是用仙制的鬼技打他 他下一回合就會打下來 所以我們絕對不可以用影子偷襲 因為他有一血筋 好,那就搞定他 而有這個癌石印 即是隱形癌的關係 基本上所有都不可能有機會有一血筋 現在只要用影子偷襲就全部秒殺了 也有我先制的鬼技 所以他打不贏我 好 到這個...冰系 冰系就比較難打一點 我看看要不需要用這個多寶劑 OK 之後就小拳石出場了 照舊吧 這裡都是放隱形癌先 好 接著呢... 接著就是火焰師 冰射火焰 東元紅的話 你可以用劍鬼 接著可以用劍武 他打不贏我 理論上 打不贏 之後我們直接用影子偷襲都死了 理論上就全部打得死 因為他兵系的話 隱形癌就打他多少少的傷害 我們只要... 照著個勢一路向前打 一路用這個暗影偷襲 就搞定了 好 現在看看 PB夠 但是就死了兩隻小拳石 我們照舊 先重生了 對 重生了 因為相信呢 這隻鬼大多數都會有... 這個... 一血巾 因為很多... 很多天王都有用 對 很多天王都有用這個一血巾 那這隻應該不會例外 緊應癌吧 接著用擊落 好 之後就用劍鬼 開劍武 他都開了棉花房 所以我們照樣打都不會不痛 對 這隻狼就是偷襲 基本上全偷襲就搞定了 沙青也是 好 然後到椰蘭樹照舊 好 報榮魚其實難搞一點 不過不要緊 我們用打擊鬼 接著一下 雙倍鳳環搞定 OK 順利搞定了 現在就差最後一個天王 但最後一個天王都比較難打 對 話就說 你看到我好像很完美地打到這一關 但是... 但是都是經過訓練一下 經過訓練和劍鬼強力的攻擊力 好 我們這裡消費了 看看 劍鬼 劍鬼應該是360攻 可以去到 好 那麼打擊鬼就用維根 而他第一隻好像是海那隻的鯨魚 好 我們不理了 馬上來吧 不可以來 對了 鯨魚吧 你用暴風樹而已 咦?他居然打不中我 那麼鯨魚王的話 我想... 他剛才出了招地震嗎? 那麼我出打擊鬼會比較穩妥 按錯鍵 好 人生攻擊 月爆 先打死一隻 龍蝦 龍蝦 龍蝦應該我都可以打死 如果我救他快的話 哎呀打不死 沒關係 再出這隻 應該打不到我吧 對 水技 這招還有水蜜工 照開三下劍我 應該基本上就秒了 可以 美納斯照殺 但是最歐還是照殺 這隻 不用問了 還有誰 若丁魚 若丁魚可能也會死 對 殺了 這隻死定了 不用看了 哈哈 搞定 冠軍 勝利了 因為你看到劍桂都99 相差 等級差也差很遠 都是靠等級壓制才打贏 如果不靠等級 真的很難打 好了 我們已經成為了冠軍 救技六寶石三 好 立即記錄了我們的冠軍 好 三八三八 三八三八 這個數字也挺有趣 三八三八 好 現在救技六寶石應該打完一周目 據我所知 救技六寶石有分兩三個周目 還是第二周目 而他接下來的劇情 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進入究極洞穴 去對付一些其他地區的人 所以我就要捉一隻神獸 那隻獅子或者蝙蝠 即是太陽或者珍珠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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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又有蝦奇 搭船飛 好 爆炸性新聞 有沒有看到什麼顏色的 藍色 紅色的當然是 拉底亞絲 好 看得不錯 有沒有帶圖鑑 他開始要幫我 將他升級到全國圖 嘩 什麼事 什麼事 突然間他們圍住了 打擾你我們國際刑警 請問你就是新任冠軍 有見到 我第一次看到你 覺得你非比尋常 雖然你成為了新任冠軍 但現在你被人包圍 麻煩你協助調查 保歉 我們懷疑你的強大和究極之動 密切關聯的線索 如果不願意配合 我們接受調查 我將會對你進行拘捕 很緊張 為了我測試你的實力 是不是源自 我將Fail 一同帶來 平時他有話跟你說 傳聞說你解決了超古代的災難 這個是真的 既然是我跟我打一場 精靈訓練師利拉 國際型 不是吧 這麼差 只有6 一來馬上用重疊 再重疊 他連打我都沒有打到 不用這樣讓賽 兩下都死了 劍武 壓屎 打不死 為什麼 馬柳賴 照你 報榮園照殺 一百多 這個 差點用了鬼技 我告訴你 衝動的性格都是改改奧運系的前輩 畢竟遇到強敵 難免會興奮 重新自我介紹 我是利拉這個前輩 內支阿羅拉地區的密丹 我們是國際營經組織究極之動事件調查組的成員 目前正在調查的神秘動員 或者你已經有所異聞 這些動員僅僅出現三個月 已經對這個新帶造成極大的影響 新冠軍你的實力令人驚嘆 因此希望得到你的幫助 這個不單止關係到楓源 甚至是整個世界的命運 包在這裡 否請再考慮一下 這個呢 同一開始呢 那個博士呢 叫我去找他的女兒 然後我說不找 然後他就說請考慮一下 去找找我女兒 類似就是這樣 好啦 接下就是機密試行 我們換個地方去大人的私人島 啊 坐優士左邊的動員可以抵達 大人不想見你 看來沒事 多虧積極配合 其實我也好怕 必要時要用武力制限 而且還是不久前呢 再難英雄 警員呢都很壓力 但是貼到總部命令呢 必須遵從代號000 物丹的一切子 此次才執勤 好 彈啊 想捉住我就捉住我 這班人 坐優士 坐優士在哪裡 這裡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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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旁邊的洞 那又找大五 大五在哪裡 這個洞是新的 好 這個 歡迎這裡是抵達大五的私人島 私人島 大五和國際永遠等待你的供候 這個 我也是啊 就是這裡 然後這裡就有一大堆的勁敵 我記得 讓我走 拿回一隻 這裡當然是拿劍鬼出來 然後升打擊鬼 怎樣 現在這隻是帶學習裝置 不是吧 這隻帶 有詛咒之符 打擊鬼帶學習裝置 OK 就這樣 這個是不是單打還是雙打 雙打我不會有打 單打也不夠大 這隻也不夠大 不好意思 現在的我打不贏 有沒有噴霧 噴霧先 對了 這裡我稍微記得那些劇情 這裡穿過這個洞之後 就會去一個島 裡面 那島就會打這個大五 不是 打大五 大五家附近的敵人 對 然後也有其他軍團的BOSS 什麼 那些什麼呢 板木 還有其他作者都有份 我沒有記錯的話 最討厭的路 寫了暗 寫了便黑 嘩 我走不了 怎麼搞錯 超過100N 公平嗎 等等 這裡下去 YES 快房 你不是玩這種東西嗎 那不用 另外一不用 先制技 他就馬上不用快房 多久 你看他 這個BOSS 這個怪來的 好像跳這裡 為什麼跳左還是右 跳下 先跳下 招式機 地獄突刺 不知道惡技還是什麼 剛才在這裡 那去這邊 三地鼠 頂沙地獄 是不是這裡呢 我感覺到好像在這裡 過不中 還未到 是這裡 應該是 第三個神獸也出現 那隻牛仔 差不多了 咦 水馬 搞定出來了 這個就是大日五的島 哇 草� 我進去PC PC好像在左手面 我記得我之前就是玩到這裡 然後沒有劇情 打完那些人之後就沒有了 打完那些人之後就沒有了 打完那些在屋裡面的人 這個是什麼 這個新劇情 我們之後再看 中間那個好像是 是不是打聯盟 還是什麼 這個 還是大不家 等待你入籍 我快進去 哦 你終於來了 但是不止 就和米可利 正和這些管主 正在進行究極自動對策 你都快點加拿捕爾 OK 這個開始是新劇情 這邊呢 請 咦 波士我多拉 還有舉金怪 哇 這個位置挺有氣派 你來了 這裡暫時作為我們的本部 多得大人五 借了這家豪渣給我們 你好呀 年輕人 怪 好 恭喜你成為新冠軍 接下 請你和大家仔細聆聽一下 眾所周知災難 在豐原災難結束之後 究極自動的影響依然遺留在豐原地區 生誕系統已經遭到非常嚴重的影響 我們已經聯合各地區聯盟一起進行調查這個究極自動 究極自動的調查充滿了危險 所以我們召集了實力強大的訓練家一起協助 此後這一座的宅將會作為重要的據點 所有與事件有關的事項 我們就在這裡交換情報 明白嗎各位 C 又拍著盧比的樣子 沒錯 接下將由前國際刑警 密丹和究極自動穿越者 莉拉 解釋詳細情況和穿越經歷 接下我可以說的就是這個機密事項 首先關於究極自動的本體 相信各位都不太了解 根據我們的調查和推測 這是一個可以連接平行時空的通道 甚至可以穿越時間和空間 都不同於平行時空 根據實行的穿越的調查者的聯絡回應 穿越範圍還包括異世界 至今調查員仍在尋找回歸我們世界的通道 我們依然敢不敢和他保持聯絡 我們已經派了不少究極洞去調查 但大部分穿越者因為實力不足 都被怪物襲擊 那些怪物稱之為究極易獸 他們盛情兇馬 而且究極自動並不是一般人可以穿越 此外混亂對一般人會導致腦暴損傷 不少探員已經相繼出現這個症狀 難以至上 兩家難以至上還在後面 我和同伴穿越了這個究極動員 出來後抵達的根本不是我原本所在的世界 我所在的世界也發生了 究極自動大量開放的事件 我原作為調查官活躍住 但在調查時發生了一個意外 一隻巨大的黑色究極意實襲擊了我 之後就沒有記憶 當我再次醒來已經是這個陌生的世界 至於某時候有我們講述 我是麥丹以前是一個國際刑警 現在阿羅拉地區的島最王 阿羅拉有四座大型的島 這個島王負責平時幫助守護神卡牧的安全 平時幫助島的守護神卡牧守衛 島嶼的安全 其實工作很輕鬆 但是三個月前 卡牧他們突然變得很緊張 即是其中一個島王 一隻巨大的黑色精靈出現在阿羅拉上空 卡牧跟他打了一場 結果一起消失在究極動員 事態嚴重了 然後在戰鬥的場所中 我們發現了昏迷的羅莉拉小姐 我寫來之後就跟麥丹先生說明 之後就跟他成立了這個調查組 目前我們一方面還在查閱 那隻黑色精靈的相關記載 另一方面聽說風原地區也出現了大量的究極動 我們馬上趕到這裡 來到這裡之後 大吳也加入了我們的調查 還給我們一個支持 做一個夥伴 他叫屬性胸 是我們遇到的阿羅拉的人 他還是以太基金會總會長的兒子 由於以太基金會曾經致力於調查究極異受 所以德文公司也聯絡了以太基金請求支援 屬性胸也努力協助調查究極動員 但不關於火箭中心的報告 已經寄到你的研究生 請你快樂 你正在開會 不好意思 開會 今天會暫時到此結束 各位相必已經了解現今的狀況 如果有需要進一步了解詳情可以留下 向麥丹了解 我走了 有什麼再聯絡你呢 我會否失陪失陪 大家解散 想不到你真的成為了冠軍 只不過我希望你多多自力幫助豐原 我都回道館 隨時等待你的挑戰 你的屬性胸出來了 等一下 想不到你居然成為了冠軍 當我初次跟你見面 感覺到你有強者的形象 只不過我們一起調查 等平息了之後我會再向你挑戰 不過當時必須先解決究極之動的事 但這幾天我都聯絡不到以太基金會 真是令人擔心 利利亞不知搞得如何 麥丹先生說我島的守護神 竟然隨著黑色二手一起消失 這個將會對阿羅來地區產生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都必須調查 盡快找到守護神 那邊還有一隻吉利彈 這個是什麼 石頭處理人 硬石頭 用原始之力進化旗石 這個呢 前方是大悟的私人研究所 沒有大悟的批准是不能進去的 這個呢 沒有大悟的禁止進入 嘩你都很囂張 想不到你真是成功 恭喜你成為新的冠軍 當然是橙華斯 剛剛就出去家 正打算去冠軍之路 定完租手 火箭不到你殘朵 集會你下次再 叫我去幫忙 波士波士巨金巨金 有趣 這個呢 這些不敢行的 這裡沒有東西 抱歉 還有一些人員 嘩 他都很囂張 我明明是會議中的重要人員 還有真冠軍 你都不讓我進去 還要跟世界各地的警署人員 最後會議有什麼問題 等會議結束再問 或者有什麼消息 就暫時跟德文公司的首席監察員回報 這個人很囂張 這個人 啊 話說我也是 新冠軍 你這樣對我 像馬金 如果是 我立即 立即不理你 關我什麼事 究竟異獸 你搞不定你的事 這個呢 什麼無限 什麼海圖 什麼寶藏 和地圖 用來穿越一些其他地方 哎 好無人 然後不能進去跟那些人聊天 等等 這裡有什麼行 這個打架 嘩 嘩 不用這樣 還要變成黑色的沙奈朵 怎樣 沙奈朵 又是這隻 嘩 魔法閃耀 這隻不夠打 應該 對 這隻是特盾 怎麼打 這隻是特盾 不要緊 我們立即幫他重生 嗯 魔法閃耀 等一下 哎 搞定了 火狐 火狐打得死 啊 不是啊火狐 神經病火狐超人力的 不要緊 認知偷襲打死 差點死給他 嗯 有點難打 因為我隊伍 我隊伍 都沒收拾過 對 都沒怎麼收拾過 好 都很勉強才能打贏這個聯盟冠軍 我們看看這個是什麼劇情 沒有劇情 這個 所以我現在要回去找什麼 冠軍之路 找找小光 剛才不是被火岩隊來襲擊嗎 是不是去那邊 不太清楚 但我們先走這裡看看 這裡應該有一間屋 我們去那間屋看看 那間屋就是打了很多敵人 這個不用打 好 就打這個 這間屋裡面全部都是敵人 看看這間屋 全部都是敵人 好 挑戰我也是不覺得 你看 這隻 超X 咦 有機會打贏 開到一下 嘩 厲害 會地震 有沒有這麼囂張 沒關係 咦 不對 如果我們真的要打 我應該要正統一點 用小拳石 一來開招 引營岩 吸收拳 挺囂張 然後會用地震這麼囂張 嘩 突然一開頭用地震 他現在懂得學習 他知道用地震打我是最好的 所以用地震 什麼事 嘩 別再用地震 嘩 他真的不停地用地震 咦 那我先用打擊鬼 這裡 用打擊鬼 先 看這款屋全部都是蜜弓 因為這隻蜜弓 那我之後用水背反擊 嘩 超夢 我用暗黑尼吉亞 暗黑尼吉亞 這隻 打不死我了吧 暗黑尼吉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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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贏我 打不贏我 神經病 這隻蜜弓 轉一轉 這裡用圍巾 試試看 或者可能因為 LV差距太大了 緊緊 咦 他這裡用耳頭 會不會有機會不用地震 哎呀 馬上用地震 你這隻小玄蛇 暗黑尼吉亞 OK 之後再用打擊鬼 對 打擊鬼 都沒有什麼選擇 嘩 不是吧 我不夠他快 神經病 我已經用了圍巾 用圍巾也不夠他快 咦 他用暴風 有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 這隻是惡系 哈哈 這隻是惡系 那沒有啦 不夠打這隻 來 不打這個 這個呢 嘩 這個怎麼打 你打得這麼有型 不然你打 這隻是什麼 我這個不能打 那真的只能打的是這兩個 但這個怎麼打 你看這隻 這個不能打 你看他一來開什麼 他一來就已經開了一招 暗黑洞 對了 就是這個 必 一定會睡眠的技能 我沒有記錯的話 但就有命中的影響 看看 一隻劍鬼 一隻打擊鬼 應該不知道選什麼 劍武先 然後有近身的技能 打打打羅伊 先制之爪 好 沒有看錯吧 我打不中他 唉 算了 這個我上一集都打不贏 打完都不知道有什麼特別好 真的有什麼特別的獎勵 我都不知道 這次這一集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繼續劇情去找 國關之路 看看是什麼劇情 對 這樣先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